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相信今天讲的话题肯定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虽然唐大叔也算是业内人士 但不代表我有什么内幕消息 感觉现在克莱斯勒对于吉普新车型的一些东西 保密很像很早的以前的苹果公司 但是呢,就像苹果公司一样 现在很多像最新的iPhone7出来的时候 很多预测呢都跟这个真正的产品差得不远 所以估计大家都估计这个2017的吉普木马人可能都快出了 或者吉普那对一些新车型 特别是吉普木马人这个车型 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根据叠照 包括根据一些假设 那有很多这个一些所谓的流言 飞鱼在天上飘来飘去 所以呢,唐大叔呢也跟着八卦一下 跟大家今天聊聊这个自己对于201718年新款车的一些 这个观点和看法吧 然后呢,大家也来跟我互动互动 如果你没有其他更新的小道消息呢 也欢迎跟我互动互动分享分享 今天大家一起来八卦吧 哈哈哈哈 第一个八卦的东西呢是轮胎 现在呢吉普木马人几款车型里面 从最基本的Sport到最这个所谓最高级别的Rubicon吧 都是用了像Sport那些用了其实是偏城市的这种全地形轮胎 Sahara呢就是一个这个迷你版的全地形轮胎 到了大家现在看着这个Rubicon 其实Rubicon轮胎呢就是这种泥地轮胎 据大家一些叠照 对吧,这是有张照片 大家猜想呢 这个2017年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车的Train Level上面 可能会直接会有这种全地形轮胎 或者作为一个选项可以去选的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直在要求 也是很想看到的一种 因为很多很多人对吧 如果是玩越野的第一件事都会是把直接把轮胎换掉 所以呢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呢 大家就不用把旧的轮胎放在家里 然后又花另外钱去买新轮胎 所以这个呢 唐大叔认为大概有99%的可能性 会作为某些车型的这个标准或者选项轮胎 其实我认为选项的机会更大一点 第二个非常有可能的改变呢 就是全新的设计 特别是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吉普木尔不是最省油的这个车 甚至有点比较费油的 因为很多原因来这里不是重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车型呢 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还是蛮平的 这个在新的通过叠照 虽然呢克莱斯勒想要把它挡住 但是通过叠照各个角度看呢 这一个用了很多年的玻璃的这个角度 挡风玻璃的这个角度很可能会换掉 换的呢更稍稍流线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降噪 还有达到省油的效果 除了挡风玻璃之外呢 前面这个标志性的前面这个 7G7个前孔的设计呢 在新的里面会稍稍更流线一点 但是不会弯的非常严重 像这个小借挪机或者自由光的这上面这么严重 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是会变得稍稍的有一点弧度会更流线一点 所以唐大叔认为这个流线设计的前脸和这个前面7个这个7G的这种会变得流线的这种设计的改变呢 可能性应该也是95%以上 下一个呢就是大家更关注的一些 而且也是大家叫了很久的一个东西 就是Powertrain所谓的这些引擎 还有这个变速箱的这方面的改变 现在呢用的全都是V6引擎 汽油引擎 很有可能呢 V6引擎还会继续作为标配 这个在所有的新款2017 2018的这个车型上 但是呢自动挡很有可能呢 它会配这个已经比较相对成熟的八速变速 那这样子呢可以达到这个更好的节能 还有呢其实对越野会更有好处 那接下来重点来了 唐大叔个人认为在17年车款里面呢 这个柴油版引擎不一定会推出来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叠照 这个大家可以听到 这个比较厉害的人 他们说听到这种是柴油发动机的声音 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克莱斯勒 其实有这个V6 3.0放在皮卡上的 这个Eco Diesel V6的引擎 有420的扭力和240的马力 其实扭力呢对越野或者骑普木尔 这辆车来讲更重要 而且扭力大其实加速也是很很快的 而且最最重点这样一下子会把油耗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这个大胆预测呢 到底克莱斯勒会不会给你呢 既然给你新设计还会不会给你新引擎呢 唐大叔个人认为 这个V6引擎搭8速变速的这个组合 应该95%上会可能的 但是V6的柴油引擎这一个可能性呢 我认为2018更大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2017年我相信不会有 因为可能要这个试一试这个设计 因为从那个克莱斯勒 Pasifika的这个经验上 它今年也没有给我们Hybrid 就是这个油电混合 但是它已经说要有了 但第一代它不给你 所以既然有新的设计 还有可能搭了新的变速 达到节能的效果 这个到底给不给你呢 那就不一定了 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关心的 会不会手动就没有了 唐大叔个人认为 JIP还是有这个 个人认为至少40% 或者更多的人 忠于这个手牌的 觉得比较正宗一点原汁原味 所以手牌呢肯定还会有 那么下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保留手牌的话 这个手牌六速变速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这个我感觉 因为现在在用这一代呢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蛮成熟 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变化呢 对吧 因为目前大家知道 这个长长的这一块 这个换挡的 还是 第一很有特色 第二的话肯定没有车 那么用起来那么灵活 但这种设计是有它的道理的 具体这里也不细讲 而且是一种风格和文化的延续 所以呢我相信可能还会沿用 但是呢我认为有70%的可能 可能会有些变化 可能是样子上面 可能是真正开过之后的感觉上面 最后大家最最关心的一个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机普皮卡 从叠照上看呢 百分之百克莱斯勒已经在尝试这个了 其实在早在16年的这些叫Easter Safari 这个每年的几部大的活动上面呢 他们已经放了这种concept car 就是概念车了 当时大家就已经口水流了满地 所以呢这个皮卡肯定这个要做的 但是唐大叔呢我感觉2017年出皮卡的机会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刚刚讲过了重新设计吉普 吉普JK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改变 但是这一次重新设计 所以这一块已经是这个做过一些尝试了 那皮卡是不是有必要这时候推出来抢占 原来已经做的很好的吉普穆尔人的市场 还是说在这个吉普上 因为更多这个人把吉普穆尔人不是当作越野 而是一些其他原因去买它喜欢它吧 或者是一些时尚元素或者是装叉 这些都有可能 那如果配一个8速的变速油耗解决 在这个降噪对吧 就刚刚设计上的一些让它更流线的这些方式 去降噪去省油之后 去迎合更大的市场 17年应该已经可以做得很好 那所以皮卡现在开始试 开始不断的这个调配 调试 可以不断的调试 可以不断的这个在再多一年的时间去准备 这样呢 18年应该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推向市场 毕竟吉普是个大大的这个75年的 就快百年老店的品牌 它不会过于冒险 但是克莱斯的现在呢 很勇于去尝试这种大胆尝试和设计上 和marketing和各个方面 这个公司现在其实是很有活力的一个情况 所以唐大叔呢 大胆预测2017年应该不会出这个皮卡 但是2018年应该一定会出 而且很有可能是不是3.0的V6引擎会一起推出来 好 以上呢 就是唐大叔目前为止比较关注 而且认为会比较有可能的 有一些是17年款会发生的 但是呢 像皮卡啊 还有V6引擎 这个柴油引擎 这个大大的 这个所谓的重磅炸弹的这一个升级呢 唐大叔还是认为个人认为是18年的一些一些事情 如果大家呢 看完这个八卦视频之后呢 如果觉得还不错呢 请帮大大叔点赞呢 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可以跟大大叔互动 觉得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时间上呢 或者是这个对于改变上的一些预测和个人认为的这个百分比的可能性 同意或者不同意呢 请跟我留言互动 当然如果觉得唐大叔完全不靠谱呢 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随便你怎么样了 但是最最主要呢 如果还没订阅的要订阅哦 还有如果要买吉普的朋友呢 记得如果住在温村 记得来找唐大叔 聊聊车买买车 然后呢 我是白身木板 唐大叔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